针对法国的案件是越来越多 马克龙处境很尴尬 得罪的人有点多了 而且还都不是擅长 大家好 我是鲁中成 据最新消息报道 最近在巴黎埃佛尔铁塔附近 京县五具棺材 不少巴黎市民和外地游客 都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棺材上面还写着 在乌克兰丧生的法国士兵 巴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进行了处理 可打开这些棺材后 发现里面装的其实不是尸体 而是石膏 很快涉事嫌疑人也被抓获了 分别为一名39岁的保加利亚人 一名25岁的德国人 和一名16岁的乌克兰人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失业了 十分需要钱 而在此时呢 有人找到他们给他们钱 让他们做下这个脏活 按照巴黎警方的说法 这背后大概率有外国势力 实际上这次的事情 如果没有处理好 那对法国的国际形象 是会带来很大影响的 埃菲尔铁塔是法国标志性的建筑 每天的游客那是络绎不绝的 特别是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这样的行为会让人感到心里不适 还容易引起大规模的恐慌 其实就在上个月啊 法国国内还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 一个是法国纪念二战期间 营救犹太人的纪念墙上 被突满了血手印 再就是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墙体上 被突喷了蓝色的大卫之星 那时候啊 法国就认为啊 这是有人拿钱为外国势力干脏活 目的是要破坏法国的社会稳定 并在法国社会中啊 制造裂痕 所以这次针对法国的抹黑行为啊 大概率不是偶然 出手之人显然是在向马克龙 传递一个信号 法国已经被盯上了 不排除还有更大的麻烦 在等着你马克龙呢 实际上法国之所以时常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本质上还是和马克龙十分尴尬的处境有关的 最近一段时间啊 马克龙他得罪的人可以说是比较多了 首先是屡次强调不排除北约 会向乌克兰派兵 俄罗斯也就不惯着马克龙了 直接强硬回怼了他 马克龙最近呢 还重申了要实现欧洲的独立自主 欧洲不是美国的附庸 这句话 美国人听到了自然也会很不开心的 除此之外 法国拥有着世界第三大犹太人社区 仅次于以色列和美国 随着巴以冲突持续进行 以色列越来越过分的行为 法国国内也是掀起了反忧的热潮 不知道是不是迫于压力 马克龙现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不仅支持国际行事法院逮捕内达尼亚胡 法国还不允许以色列参加欧洲国际防务展 这些举动也引起了以色列的很大不满 而美国俄罗斯以色列这几个都不是什么擅长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俄罗斯的科克勃 以色列的莫萨德 这几大特工组织的特工 那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法国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不会很太平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